一月的所有权利 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我倒觉得这样很好 这也是我曾经一边担心为时过早 一边隐约期待终要到来的事 是对我这个旧日神明的真挚践行 喂 那我呢 你们把我耍得团团转 不向我表达一下歉意吗 不如对你说声谢谢吧 你的角局其实也是局中的一部分 严神应该感谢你的精彩演出才是 若不是你创造了 仙凡与魔神一战的巨大压力 那么颜知神手中这块 把玩了几千年的实探 黎月 也无法成为意义发光的钻石 为什么你站在别国的神的角度 嘲讽自己的同僚 想打架吗 可恶 看破不说破 黎月人没有教过你吗 那么 神之心已到手 闲谈也无意义 你我还是先回智东宫 觐见女皇吧 好吧 不过我要晚点回去 我可不想与你同乘一条船 请随意 请随意 最后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是啊 钟离常说交易要讲求公平 可是 这世上还能有什么东西 值得用神之心来交换呢 以普遍理性而论 确实没有 但我是契约之神 千百年来经由我手 定立了万千契约 一场交易若非有利可图 我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 与兵之神的交易 是我作为炎之神的最后时刻 所定立的 终结一切契约的契约 至于天平的另一端 那位兵之女皇 究竟加上了怎样的筹码 就在你未来的旅途中 由你自己去揭晓答案吧 不行 一下子还是接受不了这么多信息 所以钟离 你究竟和兵之神签了什么契约 告诉我嘛 我很好奇 不泄露这份契约的内容 也是契约内容的一部分 啊 小气 今天好像就是 送仙典一举办的日子了 虽然其实要送的主角是假的 但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筹办 不去看看就太可惜了 这送仙典一举办 也就说明那些传言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吧 阎王爷老人家 他还真就 可问题是 怎么没见抓着凶手啊 废话 能刺杀得了阎王爷的 肯定不是一般人 小道消息里讲的那几个可疑人物 我觉得都不靠谱 只有一种说法 我倒觉得可能性很高 听说刺客就是那愚人众里的 官做得挺大的一个年轻人 名号好像叫做公子 愚人众 那却是很有嫌疑 谁都知道 那是群贪斗无厌的家伙 外门邪道 嘘 小吊声 让愚人众盯上了怎么办 现在可没阎王爷保你了 你说那海里的魔神 总归不会无缘无故 忽然就出现了吧 都被阎王爷镇压了两千年了 是啊 又正好赶在阎王爷出世的关口上 你说 有没有可能 刺杀阎王爷的 和把魔神放出来的 都是同一个人 哎呦 你要这么说 确实很有可能啊 嗯 说得通说得通 嗯 一切都连起来了 一定是那人和魔神勾结 来害阎王爷的 这杀剑刀的 心可真黑 不过 什么人才能有这么大的神通呢 我 我这么多年 还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算了算了 再也别在这猜了 那边的千燕君 好像要发通告了 先听听人家总务司怎么说吧 传 七星官文通告 众人须知 藤龙飞临 虽兽笔山岳 终为土灰 帝君先吉 命其日月 然 殷勤有时 恰逢雷劫 街坛相说 流言种种 曰帝君遇赐 实非真章 帝君 遭逢天劫 魂归高天 故此 昭告黎月 尚起众民节哀 免治心伤 又急 勿在听信 坊间传闻 妄加益策 那个 你能不能 七星的说辞 居然变成了这样 不太对劲 怎么会这么快 就放弃追查凶手了呢 而且这理由 感觉像是临时想出来的一样 难道说 七星已经知道了 阎王爷其实没死的事 可忠利明明说过 七星和仙人都是不知道的 嗯 是不是忠利完成了 神之星的交易以后 就偷偷告诉他们了 是吧是吧 对了 宋仙典爷好像已经开始挺久了 我们快点过去看看吧 不然就要结束了 是宁光和克勤 他们在说什么 快结束了吗 正如方才所言 帝君魂归高天 是契约的断绝 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三千七百年的契约啊 烧着烧着 就成了灰烬 黎月人曾经是幸福的 在幸福中 忘却了时光的冷酷 有神之地的长梦 悠长无期 梦醒之后 人就学会了诀别 在契约重立之后 你们 会祝福下一个时代吗 那么 天泉大人的质词 到此为止 玉衡大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怎么好像在往这边看 旅行者 哇 他真的在往这边看 那就是传闻中 击退了古神的旅者吗 好年轻啊 黎月七星有恩必报 而且想必你也听说过 我们手眼通天 无所不能 说出你想要的报酬吧 因为那是你应当收取的 哇 那就帮我贴几张寻人启事吧 拉拢了你 或许是这盘其中 最亮眼的一步了 但后人复盘时 一定也会这么评价的 你这家伙 刚才的发言 究竟是为了耍帅 还是真的那么无欲无求呢 寻人启事这种东西 明明私底下和我说一声就行 会场的整理 管理人群的书赛 仪式的书面记录 回头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应该没有什么遗漏吧 亏我今天特意用了香膏才过来 还以为是你喜欢 原来之前那些香膏 真的是用来供奉阎王帝君的呀 不过也好 对手一下子就少了三个 喂 钟离 你看看 李悦的民众都觉得从此再也见不到阎王爷了 你自己看看这片追思赶怀的气氛 你本人的样子 怎么却有一种一身轻松的感觉呢 卸下了三千七百年的重担 难道不会变得轻松一些吗 对了 你们什么时候有空 我请你们去新月轩吃饭 哼 别吹牛了 钟离 三晚不过港我还能信 但新月轩可是连茶味费都要收钱的 你真的请得起吗 这么说来 摩拉确实不够 身为阎王帝君 摩拉克斯 我自然可以轻易创造摩拉 但既然选用了钟离这样一个凡人身份 就应该遵循凡人的规矩 此前与你们同行的旅途 虽然神之心仍在我手 但我自知将要退下七神之位 又岂能不对未来的新生活稍作预言 嗯 怪不得 我明白了 钟离花钱总是根本不看价格 原来是因为不习惯看价格啊 但他也还不习惯一个不能随时变出摩拉的自己 所以才变成了到处白吃白债 要人买单的收回废人 不 只是花了些愚人重的钱而已 不用把我说成这样吧 在贸易之都 人们交换的不仅仅是金钱与货物 亦有知识 技艺与眼光的交换 以及身份 角色与生活的交换 神明摩拉克斯再怎么作为阎王爷下凡与名同乐 毕竟也与成为钟离这个真正凡人的感受有所不同 此事我尚需向你道谢 作为钟离的我 也会珍惜与你在离月坊间同行的记忆 没错 只是任何旅途中的旅伴同行都会有分别的一日 嗯 接下来可能也该动身继续寻找弃神的旅途了呢 旅途若要继续 恐怕稍有难处 因为离月的海上邻国道七正处于锁国之中 是的 因神灵意志而定的锁国 稍期的雷之神巴尔与离月人更愿称我阎王帝君一样 他在稍期当地亦有别称 嗯 我听说那位神灵的名字是雷电 确实如此 又因为雷电乃是稍期幕府的将军 所以人称雷电将军 说起来 虽然我最近在码头听说 稍期的局势非常紧张 但好像也并不是一直这样的 至少去年还没到这种程度 钟离 你是离月的阎王爷 应该对那边的事也知道一些吧 稍期搞成现在这种锁国的样子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因为神之眼 神之眼 面对无法掌控的境遇时 人们总是窥探自己的无力 但在人生最陡峭的转折处 若有凡人的渴望达到极致 神明的视线就将投射而下 这就是神之眼 兽神认可者所获的外置魔力器官 用以引导元素之力 嗯 这是提瓦特大陆公认的观点呢 但从去年起 雷电将军在盗期颁布了眼兽令 眼兽令 在全盗期范围内 收缴所有神之眼 镶嵌在千手扳眼神像的手中 收缴神之眼 为什么 神之眼不是神的恩赐吗 想必在雷电将军看来 正因为他是神的恩赐 所以神才有任意处置的权利 哇 真是颜柯的想法 封神是自由之神 严神是契约之神 而雷电将军是追求永恒的神 为了永恒的国度 看来他终于下定决心 要排除任何不稳定因素了 此时此刻 连七神中最古老的我 也失去了 这或许会更坚定 他追求永恒的决心吧 颁布眼兽令时 他一定也对他的国民 重复了那句 他最常说的话 在七神追寻的七种理念中 唯有永恒最接近天理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亏他们想得出来 杜劫失败 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理由 不过 七星急于了结此事 不再追查凶手 确实是因为他们暗中得知了 帝君未死的消息 不止七星 诸位先人那里 我也都已经暗示过了 你为联系他们的方法 你有没有听说过 一种叫做托梦的便利仙术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说起来 在七星发出公告之前 我们听到好多路人的谈论 把最近一连串事件里所有的黑锅 全都摔给了公子呢 但即使这些布施指控确认为假 公子派人登上群裕阁 试图挠仲先与七星对抗魔神 仍是不争的事实 听说宁光正在外交的战场上 死死咬住这件事不放 把愚人中的使节们杀得焦头烂额 那些可怜的制动外交官 要不是因为执行官地位崇高 一定会更想把所有黑锅 都甩在公子头上 宣布把他开除吧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先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连黎月七星都不敢证实这一点 那黎月的未来要怎么办呢 克勤的这句话说得不错 虽然我夸赞过宁光的权利欲 认为那是好事 并且想当然地认为 七星从神手中接管黎月权利的计划 是由宁光主导 但现在回想起来 最初提出夺权的该不会是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对了 钟离 现在你没有神之心了 那提瓦特的摩拉要怎么办呢 摩拉克斯死了以后 他们会消失吗 还有 黄金屋是全大陆唯一的猪壁场 以后它还能继续运作吗 现存的摩拉不会消失 但黄金屋确实会停产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制造摩拉时 必须借助炎之神的力量 哇 好可怕 我们都要没钱用了 这个世界要毁灭了 的确 此事意义重大 从金融角度来说 算了 这种令人烦恼的话题 还是更适合让黎月七星去谈论 那么 那么 你有自己留一些私房钱吗 哦 私房钱 嗯 以普遍理性而论 真是个好建议 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忘了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那么 就想办法找出突破锁国的方法吧 别着急 这或许还需要一些机缘